咕咕咕咕 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的频道 这里是Viola 你先收看的是月杂谈 在我买过的众多麦克风里面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牌 那就是超级网红 莱维特 它是来自奥地利的一个品牌 说起这个品牌 由于最开始它走红于各大直播间 所以对于莱维特来说 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的声音 懂的不懂的 用过的没用过的 都可以给出一番自己的评价 比如血统啦 价格啦等等 对于我个人来说 莱维特我只是在7年前 用过它们的超级大爆款 LCT240 如今能找到用它来录的素材吗 也就只有这一手了 对于LCT240这只麦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 大家讨论它最多的一个问题 还是 这只麦到底哪一面是正面 近几年 那莱维特也是频频的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不论是新网红 晶体管和电子管随意切换的940 还是更深一筹且土豪般的黑科技1040 莱维特的新产品 总是会弄一些其他的正经音频厂商 还没有做的新操作 可惜呢 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体验那些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款 我的第一支电子管电容麦克风 也就是这个 越来威特新出的一款 特别正常的产品 Pure Tube 好的家伙 说好的标新利益呢 说好的开拓创新呢 怎么突然返普归正了 SET840就是一款比Pure Tube更早推出的一款电子管的电容麦克风 而且呢840还是可以切换多种指向型的 再看看Pure Tube 价格13800 一身发凝凝 老板大气 价格还比840更贵一点 单一的新型指向更小更简洁的电源 怎么看都不像840的大哥 说起这个外形呢 依然是莱维特万年不变的祖传外形 祖传的电子管发光视窗 兼职暖宝宝 超级霸气外露的防震架 还有数码产品现在最流行的磁吸安装 磁吸防喷罩 整支麦可以总结为 黑 大 橙质感满满 土豪气质 净显 对于这个外形呢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的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这支麦的价格会稍微 还是偏贵一点点嘛 我就是比较喜欢那种华丽挂的那种麦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它这种低调的感觉 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喜欢这个外形吗 再仔细研究研究发现 PureTube采用了全新的电路设计 在最害怕底噪的电子管上做到底噪低至7dBA 它主打的特色麦如其名就是纯净音质 不玩了不闹了 PureTube这回是要把纯粹进行到底了 外克风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主要用来听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还记得冬天蓝色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也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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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自觉双席归笔 继续拖延 就快要搁浅 我不知身前又荡在危险边缘 就凭直觉 我走错了多少路线 背着洋翻的线 这段后言 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都在用一款电子管的画方 一直以来的感受呢 也是觉得声音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的温暖 音染呢比较的浓郁 那么这一次 使用莱维特的电子管麦克风 给大家录音 大家应该也能听得出来 它所具有的电子管的那种声音特色 也就是中低频比较肥厚 染色斜波很明显 在后期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太刻意的去做染色 通过我刚刚录的音频呢 就可以发现 它的音头比较柔和 声音的密度也不错 如果要做后期的话呢 就在EQ上稍微提一点点高频 那在我的声音上 就可以听起来很好听了 我们爱意 这固定程序 继续挣扎 是否多余 我们爱意 这固定程序 继续挣扎 是否多余 如果你听不出来的话 那我们再用另外一支 晶体管的麦克风 来跟它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猜猜看 哪一支是 PureTube 我们再继续 吧 MING PAO CANADA 我缺一生计 我缺一生计 不知道这支麦的声音你喜欢吗 总的来说啊 我个人是觉得这支麦很适合干活 首先它的霸气的外形 就很能吓唬住录音的客户 另一方面呢 它的声音品质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音色上呢 对于一些柔情歌曲啊 民谣啊 爵士啊 或者是你需要一些 复古设计的声音的时候 又或者你是 丁炮瓷性男生等等啊 这些都是非常适合的 最后呢值得一说的是 这支麦有十年的好修 太离谱了 这个让我想起来 《50外传》里面 莫小贝的那句台词 生是我莱威特的麦 死是我莱威特的死麦 用到天荒地老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这个视频 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 如果这个视频多少 给你到一些参考的话呢 那不妨帮我点一个赞 也可以分享给你 需要的朋友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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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